这个四处八字学里面有各种的派系 也有各种的算法 有的人很厉害 取笑 上来就说你这个人 就是在哪一年会发生什么 甚至更厉害的到流日某一天 会怎么样 贴口这段 当然容易怎么样 这是一种引导 但是一定怎么样 也许不一定 不一定应在这个方向 这个方面 甚至还有一些因的 另一个界的东西 虽然这个甘之五行生科之化 能够万物类像 万事万物都够应在这个世上 但是你对那个空间 那个界的法规不太了解的话 你有些东西不太好套那个上面 所以就只能是 以这个 你所了解的这些方向 主要的呢 我们人生 几十年 就是七财子路寿 穷通 受邀 不过就是这些 你顺的时候 大概都要顺 整体上 但是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些人往往忽视 应该说 绝大多数人 都不会 一 看你这个局 这一生 是干什么的 往哪个方向求 这是一生的走向 这个 所谓格局 一生的大象 取定了 才能定 你这个人 一生 要走的方向 大事 才能够 更准确的定位 可以 引导你的方向 这点没见 解惑 同时呢 还有一个 更更重要 就是 所谓 四大凶神 消神 就是便宜 还有七杀 偏官 说偏还叫好的 为什么叫七杀 就是他凶多吉少 还有商官 尤其女命 还有就是 劫财 这所谓四大凶神 就是 但凡遇到这些 神 做公 的时候 往往都是凶多吉少 最好的 比如说你深入 来了 比解放深 那么也是 更多的可能是 用强制的手段 用 一些没有办法 逼得你 就这样 搞出一些 比较极端的事情 也就是说 祸 中 有福 从败的里面 有过意外的 收获 这还算好 如果你身强 为祭的话 那么就 尤其注意了 尤其这些东西 它是凶神 要怎么样呢 要 智 要化 要么有 吉神相智 至少是 终神 能够化它 智它 力量足够 那么才能 把你这个人的 心情 倒向山 这个 才是 一个人 真正看他 人品好不好 他原局怎么样 大运 缝 不好的时候 他也会容易 做一些坏事 导人向山 这才最重要的 不然流氓会 武术 你再有钱 再富贵 你干出来 都是邪恶 不好的事情 不值得人效法 那是恶人当道 助助为虐 我们不能 以此效法 所以说 看命 不是说你过得好不好 要首先看你这个人 怎么样 所以说 最后